那我们再来给观众朋友们讲另外一件事情 那么这件事情是来自于非加罗报 非加罗报在最近这一段时间 可以说以中共全然的杠上了 那么指控了中共很多的错误 那么今天的非加罗报发表评论称 在中国毛泽东依靠谎言执政的传统 并未随着他的死亡而死亡 普遍性的这种谎言 哎 抱歉 我得切一下片 我忘记切片了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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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多多原谅 弄错了 就时常的会出现这种错误 OK 第二个开始了 这些老忘 老忘事儿 做事儿很不严谨 抱歉 那么非加罗报呢 最近就发表评论称 在中国毛泽东依靠谎言执政的传统 并未随着他的死亡而死亡 普遍性的谎言 治国首先从编造数字开始 无论现在的疫情还是其他的事情 盖莫能外 就所有的事情 用非加罗报的话说 中共都在撒谎 一位作家俄罗斯的异议人 是索尔仁尼琴 1974年写信给苏联领导人 普遍强加于人的谎言 是你们国家一些人最恐惧的现象 半个世纪以后 苏联早已不存在 中共却尚从 与这个政体并从 是他的谎言的武器库 今天是新冠疫情 昨天又是什么呢 以及他的全部的历史呢 都在说谎 即便在掌权前呢 甚至没有读过奥威尔 毛泽东就明白 使用谎言扭曲呢 甚至否认真相的一个必要性 如此他把15年前的 15年 15年前的江西的洪君 大惨败 13万人的溃淘陕西呢 仅剩2万5千人的描绘 为一部英雄的史诗 这就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所谓的长征 就说几十万人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叫什么 十几万人的一个溃败 溃淘的过程呢 最后剩了25000人呢 描绘为一部英雄的史诗 以诗的语言命名为呢 所谓的长征 赶走了他的对头 国民党蒋介石的国军 毛于1949年10月1日呢 宣布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如同他都共同 共产体制的同道 那么就像欧洲的 东欧的一些 同样的共产主义国家一样 毛泽东呢深藏不露 他领导的临时政府里呢 给非共产党人呢 留了差不多一半的部长职位 但是革命救世委员会呢 却决定一切 这个委员会呢 最初共产党为75% 很快呢就是半% 那么也就是说呢 刚开始呢 他装扮的是民主的样子 一半的部长席位呢 是给民主人士的 或者其他的人士的 说呢 还有一点呢 就是中共呢 有一样东西 就是永远的伪善啊 毛泽东的目标呢 之一呢 是向全世界宣告 农村废族的分建主义 他真正是农民所要求的 他说农民正在自发的 从地主手中的夺取土地 这显然呢 是一个双重欺骗 中国并不存在 如同俄罗斯30年代 沙皇时代一样的大地主 而且是在中共的命令下呢 没收所有地主拥有的 小块土地 结果呢 300万到1000万人呢 被以反革命分子的名义呢 杀死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土改时期 那么我也在去年呢 我给观众朋友说过 我们专门开了一次 土改的会议在纽约 那如果有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 也可以在明镜的网络当中呢 可以搜索到关于土改方面的 一些史料的资料 还有现场开会议当中的一些视频 以及参加的嘉宾们 所分享的一些文章 和他们的调研报告 文章继续说呢 为了灭绝旧政体及其代表呢 毛泽东呢 继续掩藏着前进 把自己装的 藏起来呢 就是再继续推进 以公共卫生的名义 发起的反贪污 反浪费 反逃税 三反运动 或以严重的 这个独职的名义 消灭那些在1930年 至1940年代 有官职的人 这就是当时的 这个反清嘛 苏清运动 在管理辽阔的国土上呢 是以同样的伪善 口头上曾经像 比如说像西藏 内蒙古 以及维吾尔人 包括其他的少数文族的许诺 文化和语言是自主的 你们呢 这个土地呢 也是可以这个自制的 等等 你们绝对不用去担心这一点 你们的文化 语言 所有的都是你们自己管理自己 中央只管理两样 一个是外交 一个是你的边防 其他的事情呢 中央盖部插手 这样的话呢 很多的蒙古人 维吾尔人 还有很多的藏族民众呢 都觉得这样也挺好 和过去有点相像 那么毛泽东呢 就 收复了这些人心 紧接着呢 毛泽东呢 就派解放中的武力呢 占领了这些地方 让他们服从于 汉族人的统治 1956年呢 毛说他曾经希望呢 百花齐放的百家争民 希望知识分子呢 参加民主的辩诺 提出呢 他们的改革建议 原来是一座死亡的陷阱 反右运动呢 持续了六周 最后数百万的作家 哲学家 大学生 艺术家 教授呢 被驱赶到荒野呢 进行劳改 这就是百家争民啊 百花齐放的 那个毛泽东的时代 反倒呢 是本质上是要暴露 他所谓的这些反革命分子 毛泽东私下解释 波兰和匈牙利 这些兄弟社会主义 国家出现的一些情况是说呢 东欧一些国家的实质问题呢 是没有消灭他们国家的反革命 而托尔所发动的 双百用动的目标呢 就是要把敢于批评中共的人呢 从林子里边骗出来 从而惩罚他们 几年之后呢 毛泽东呢 又发动了大跃进 旨在让农村的无产阶级化 完成人民公社化 这个用动呢 结果造成了一场巨大的悲剧 持续两年的大计划呢 造成几千万人的死亡 毛泽东死后呢 中共当局把错误归咎于自然灾害 因为在毛生前呢 所有的大饥饿呢 都被否认 为了传播这一谎言呢 清晰的西方人竟然蜂拥而至 未来曾经的这个法国的总统 密特朗1961年2月 甚至在快报中称呢 毛不是一个独裁者 他的权力来自他的人民 他们是狂热的 蛊惑人心的 靠国家警察力量 支持的如同希特勒 或莫泽里尼那样的产品 那样的人物 而实质上呢 毛泽东是什么样子的呢 那么他掩盖了一切 并且欺骗了整个西方 1966年呢 毛泽东呢 发动了文革 名义上是为了净化 遭官僚主义腐蚀的中共 这种官化的也被西方呢 拾了起来 事实上呢 只有西门来自一人 见证的中国 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当时西方认为呢 北京正在发动呢 是肃清他们自己内部的 这种政治啊 那么目的是为了将 腐败的官僚主义呢 要彻底扫除 那么只有西方的 西门来自一人 见证的中国 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他说呢 就自灾难线的 大跃进以来呢 遭受了严重的一个削弱 毛泽东发现 中共和国家呢 在没有他领导下呢 差不多开始繁荣 装作呢 退居了二线 毛泽1965年呢 对毛派记者斯诺说呢 我不过是一个带着 把破伞 拥有时间的孤僧罢了 事实上呢 毛泽东呢 在完美的准备了一场政变 为了发动 他上街挑动红卫兵 他要求他们赶走 占据全部机关 掌握权力的官员 政变成功 代价巨大 公共的审判 揭发胡乱执行的死刑 完全是内战的节奏 中共内部各派内战 然后是中共 与解放军之间的内战 那么毛泽东的十年 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呢 是谁人人都知道的 但是当时呢 却是用谎言来编织的 《非加罗报》最后就评论说的 毛泽东依靠谎言执政的传统 并未随着他的死亡而死亡 他说呢 如果说未来中国的主人邓小平 1989年下令屠杀天安门示威者 造成至少数千死亡 一万人失踪 一直到习近平选择的 几乎完全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制度 但政治结构的意志是 毛时代所有的一个特点 一党独大 绝对的监控 对于私企实施渐渐的控制 普遍性的谎言治国 首先从编造数字开始 包括这一次的疫情当中的 所有的数字呢 都是用这样的方式呢 编造而成 这也是我们看到的 《非加罗报》 持续最近这一段时间以来呢 持续对中国报道当中的 一个侧面 那么我们从这个侧面呢 也可以看到很多的 这方面的一些信息 观众朋友呢 可能也可以有所认知和收获 特别他讲到了很多 毛泽东上台 从所谓的文化 所谓的这个二万里长征开始 是如何的一个本质 一直讲到了 这个接下来的很多情况 都有所讲述 那么我们看一看呢 除了这个毛泽东 这个《非加罗报》 讲了毛泽东的事之后呢 这两天也有一个新的一个情况 那么习近平呢 最近呢在陕西发表了一个 所谓的新讲话 习近平呢 重提了分桥经验 以及延安精神 形容呢 中国今天所遇到的这个疫情呢 是为中国呢 带来了机遇 那么很多人就指称呢 说这是一场 全世界明摆着的灾难 为什么在中国共产党的人的嘴里 却是一个机遇呢 难道世界有难就是中国的机遇吗 这样的一个反人类的话语 或者是这样的一个表述 是符合今天的人类的这个基本的史文明观的吗 这是很多人都提出来的一个疑问 那么我们看到有篇报道就是这样说的 至于啊 这报道说呢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周一啊 在陕西考察期间呢 在先啊 重新提到了西迁精神 与毛泽东50年前所做的批示 分桥经验啊 这两样他都提了 有舆论就认为呢 习近平在疫情下重临陕西 既有西内啊 安内的这样的一个震慑之意 也有染外的对抗西方之意 并带有掌控香港 威慑台湾的意图 在疫情仍未结束之际呢 习近平于周一至周四呢 在陕西考察 根据官方媒体报道 习近平周三呢 到西安交通大学呢 西迁的博物馆 并向师生呢 发表了讲话 那么两度强调 要发扬当年的西迁精神 他也觉得当年的疫情 这个当前的疫情 形容疫情为中国呢 带来了机遇 他说呢 大的历史进步呢 都是在一些重大的灾难之后 我们这个民族就是这样 在艰难控苦中历练 成长起来的 我也相信 我们的焦大人 我们西部的同志们 一定会在未来的新时代的 历史竞争中呢 为民族立下卓越的贡献 那么他所说的这个情况呢 也让很多人呢 都非常的担心 首先提到的分桥经验啊 还有提到的西迁精神呢 这是习近平准备 大仗的协奏嘛 西安交通大学 我们知道是前世上海交通大学 1955年呢 由上海迁往西安 而上海紧留了一个系 该系发展成 今天的上海交通大学 习近平呢 又前往西北地区 最大的制造企业的 陕西一气的集团呢 也进行了考察 习近平说 国有企业是复工 胜利军 他又到了西安城的 大唐部业城呢 不行接考察了解 不行接恢复 经营的一些情况 那么就很多人就指称呢 其实习近平所说的 这都非事实 什么是非事实呢 所谓的当时把上海的 只留了一个系 但是今天上海的交通大学 和西安的交通大学 你去做比较的时候 你会知道 哪个大学呢 更好 所以呢 很多人都讲的 其实西签过去 并不是真实的 总是中共呢 会做一些违背 这个关键情况的 当然他也说的是 冠冕堂皇 就说那 是为了西部的大开发 为了西部等等 但有一位人士就讲了 说毛泽东所 西签的这个交通大学 当年签去的目的呢 除了这个支持西部的 一些教育文化事业之外 还有这个工程技术方面之外呢 还有是伴随的大政策呢 是大批量的移民 那么从毛泽东的这个49年之后呢 有大批量的民众呢 内地的民众呢 被移往了像西部地区 特别像宁夏 像甘肃 像新疆等等这样的区域呢 有大批量的移民 这是伴随着这个国家统治 或者是殖民的一个开始 而并非仅仅是像西部支援教育 这样的一个话语 中国呢 总是可以把很多东西呢 装扮的呢 是唐尔黄之甚至让很多人呢 都无法挑剔出到底这里边隐藏的是什么 他总是没有说的话呢 却是最重要的 一些学者指呢 习近平这次到西安和西行的考察呢 是向啊 效仿毛泽东 曾经遇到扣南以后呢 是南下考察的这样的一个策略 这也是习近平呢 不断的向毛泽东学习的一个样板 说呢 那个时期啊 毛泽东在遇到种种问题的时候呢 总是会选择南下 去湖南 或者去杭州 或者去庐山 跟地方的要员谈话 联络地方的一些力量 习呢 也是采取这样 类似毛泽东的一些手法 一旦遇到任何问题呢 他总是愿意去出访啊 那么到其他的一些地方去 联络自己的一些力量 那么习近平在陕西省委书记胡和平和省长刘国中的陪同下 先后到了商路安康西安等地 了解秦岭的生态 这一次呢 再次强调了一下 秦岭的这个事呢 是中华龙脉 这也就再次作证了 他对于秦岭别墅拆迁案当中 个人内心的另外一面 那么一些海外的实事评论员就说认为呢 这个习近平在秦岭特别提到秦岭维章建筑的别墅案 2018年中纪委的副书记呢 两次去陕西都办 才把这些别墅拆了 其后呢 中国陕西省委书记赵正勇 西安市的市委书记魏明州呢 相继被查办 机器呢 再拿下了松立军等等 那么习近平再去陕西视察呢 并非是一个简单的巧合 很多分析人士就指呢 习近平国内外的都在用量的一些新的大动作 那么习近平此行似乎是在用量大的动作啊 在一些人士看来呢 他要把政法系统的彻彻底底呢 要管工好 那么与此同时呢 那么西部地区呢 也是我们知道习近平的根基之一 也是习近平用人的根基之一 因此呢 习近平的西安这些呢 是有很多的想法 在期间还需要持续的观察 但是他所说出来的这个世界有难啊 那么是中国的机会呢 这一点呢 也是非常的让人瞠目结舌 那么除了这个情况之外呢 我们还要给观众欢迎报道的呢 是下一则啊 下一则呢 就是关于这个题目的标题 最早的一个标题 我们的标题呢 是说大门虎啊 中纪委是全面复工啊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明报啊 香港的明报有一篇报道说呢 北京文分啊 中纪委呢 就迅速的复工 战役啊 扶贫 打辅 这三样东西的图书进行 19日晚呢 中纪委发布的官员部副部长 松立冲若马的消息 23日呢 中纪委国家监委呢 专门运发了通知 加强对广西四川贵州 永南甘肃宁夏 新疆的七个省区呢 纪委监察2020年的 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 专项治理工作的一个指导 这些动作呢 被外界被视作为 中纪委全面复工的一个表现 事实上呢 中纪委呢 一直没有停工 现从的52个平工线呢 全部位于上述七个省区 早在2月中旬至3月中间呢 中纪委的国家监委的七个组 已分布七个省区 调研督导疫情防控 与脱贫的攻坚两手抓的情况 那么在近日呢 中共的总说习近平呢 也在陕西 我们刚才讲过呢 关于秦岭啊 说是一个大教训啊 北京就学指称呢 官方对秦岭建 这个维建这个 整治的这个深层含义呢 是抓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完整的一个重锤 习近平重提此事呢 具有非常现实的一个针对性 年初呢 19届中央纪委四次选会呢 就提出啊 那么权力保障 脱贫攻坚啊 决胜啊 决战决胜 集中整治 穷众反应强烈的突出问题等等 尽种解决了脱贫攻坚中的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 加强了监督 深入整治民主领域的一些 微腐败 放纵包庇黑恶势里的保护伞 那么妨碍惠民政策落实的 绊脚石等等这样的一些口号 最大的一个防防防卫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要求各个地方的纪委 千万一定要注意在防范 扶贫方面的有些贪污者呢 要捞一把 这也是中共的一个制度性问题 那么很多人是就讲 就算是你像每一次的所谓的言行 严厉严厉严厉也好 最终的结果呢 依旧是贪腐很习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就像这一次中国所启动的 整个的经济刺激计划呢 我们也看到的结果是什么呢 绝大多数的依旧是一样东西 那就是基建 而基建的内外一层含义是什么呢 就是对于这个政府呢 可以去管控堂 那么可以获得更多的一些 各式各样的一些收益 那么个人也许会有更多的一些好处 那么内地的一些反腐专家就称了 刑事主义官僚主义呢 是有腐败相关的作风的顽疾 关系到脱贫攻坚战的一个战果 加之防疫方面的一因素呢 增加了全面脱控的一个难度 不过很多人认为啊 疫情下也暴露了一些 基层官员的作风问题 北京呢 将防疫中的智力大考思路和做法呢 在扶贫领域延伸 建立打力 或能够收到一些效果 相关人士又透露呢 中纪委加强的整治扶贫 领域的防抚治理工作呢 吸取了之前 督导工作的一些经验教训 不让督导督战成为 例如一种形式主义 做了许多细节上的调整 但是这些细节上的调整 又能否真的解决问题呢 这是一个 很多人都认为呢 是不可行的事情 观察人士也同时指出呢 近期相关的一些动态显示 尽管受到疫情干扰 北京今年的制定的工作呢 都在有序的推进啊 那么扶贫贪腐 反腐整分 是中纪委今年的年度重点工作 也是决战扶贫 攻坚的重要监督工作 具有指标性的意义 接下来各地的纪委的监委的动态呢 也是值得非常注意细致的一些观察 有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报道 就指出呢 说其实北京现在要做的这件事情呢 是习近平呢 要说呢 要强调持续强调 要必须完成的任务 而是否能够完成呢 这也是一个有待商榷的事情 但是习近平有一样 是一定要在想尽一些办法 要完成的事情 那就是他一定要在 今天的这个时间段呢 要把他所有的 在二十大之前的不信任的人 或者是对他有威胁的人 尽数的要清除的一干二净 那么所以呢 有人就指称的说 习近平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件事情呢 就是一次完完整整的呢 什么呢 完完整整的要来一次彻底的清洗 那么这样的一个清洗呢 也会给习近平的在二十大呢 给予更多的一些权利 当然与此同时呢 也会出现一个新情况 那么就是呢 他会制造更多的敌人 那么中纪委的这位赵乐际 是否可以真的成为习近平 在这个时期的一个主要的打手 或是主要的一个信任的人物呢 这也是一个大问题 不过习近平的现在今天的 统治中国的数呢 并不简单的呢 只是一个要对这个 他不满意的官员 而是对所有的这些官员呢 都要来一个提振 就像他在陕西所讲的 有个四个神马啊 就是要想他在想什么 要看他在要干什么 要摸他的心思 要摸他的路子 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倡议 或者新的这样的一个立威呢 是实属呢 是让很多人呢 大跌眼镜 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呢 依旧在提着这样的话 也是在强调和加强自身 自身统治地位的一个巩固 那么很多人呢 非常担心这一点 好的 谢谢 非常感谢大家